现在到底是秋天还是夏天呀,今天又这么热呢,这都8月22号了,今天的气温我这里有35度,这个温度不得不考虑兰花凉府的问题了。 大家好,我是爱兰说威子,一位喜欢兰花的阳台养兰人,如果您也喜欢兰花可以关注我的兰花小讲堂,这里有很多养兰的小知识,刚才说了我这里的气温今天有35度,所以预防凉府依然不可以松懈,感觉秋老虎来了,都说兰花的凉府病防大于治,必须以预防为主,问题是怎么防? 今天分享一下预防凉府的经验,有不到和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教,凉府的预防必须从开头做起,不能偷懒侥幸,第一,上盆石盆,植料,苗特别是炉头必须清洁,炉头部分要仔细查看,用药物刷一下炉头部分,我用毛笔占达克宁刷一下。 第二,在栽种的时候围绕兰草炉头的中心部分,用比较细点的火山石围田,使炉头通风透气,不易滋菌,这个方法是蓝友传授,感觉效果很好。 第三,在围炉头植料上撒上苦参粉,这个办法也是蓝友介绍,感觉也有效果,苦参始终要,有较好杀菌作用,药店都能买到,打成粉撒一些,但不能太多,药性太强,也会伤根。 这么仔细的做法,工作量很大,去年秋天,我只做了几盆,看看今年效果,大部分草并没这样弄,做中心住植料,还要上苦参粉,确实辛苦麻烦,你看哪个蓝场这么上盆,上千盆草,这么弄效率就太低了。 但在此可以负责任地说,这样做确实有效,防粮腐病炉头部分是关键。 兰花是可以淋雨的,但是只能淋小雨,不能连续淋雨,特别是大雨,防粮腐病,肝养比施养更好,更保险。 我的兰花在下雨时,我会放在院落里,淋雨是个突出问题,最好十天半月下一次小雨,兰花特别有精神,不会得腐病,但连续淋雨两天以上。 蓝盆里的镰刀菌会猛滋暴增。 养腐病的诱因,一是湿,二是热,其中,湿与热相比,它是更重要的诱因。 如果光有热没有湿,细菌,真菌很难大量滋生,生过脚气病的人都知道,如果脚很干,不会痒,再热也没关系,就怕脚里有湿气加上添热或运动后脚热,便会齐养难忍,因为这时真菌大量繁殖。 为了防粮腐病,入煤后我浇水的频率就很低了,打过两遍药,坚持肝养。 如果在室内篮场,情况应该有点不同,室内的湿度比室外要低,室内的清洁度也应比室外高,室内篮场相对可以考虑湿养,只要清洁消毒做得好。 我在室内阳台,全敞开环境,树叶,灰尘,虫子等来来往往,不好掌控,干养保险。 今年我的草,得粮腐病的主要是一盆荡山河,若草,对小若草重视不够,因为我这里没有高价小草,感觉死了也不可惜,结果忘了小草抵抗力低,一下就给服了。 我在往期的小讲堂也详细说明了我服草的原因,大家可以去看看,吸取教训。 大草,从网上购的,可能本身带毒,上盆时消毒杀菌不仔细,也很可能有辅的。 粮腐病的问题是杀不死,堵不住,治不好,没有特效药,杀毒效果都不尽如人意,病菌来源渠道复杂多样,防不胜防。 一旦染病,无法治好,至今未听说能治好的,最多是救好就算幸运了。 一旦服了,什么药都没有用,最后,出路只有一条,控制诱因和提高抵抗力,病菌。 这样那样的总会来,来了后你又杀不死,病了幼稚不好,只能在控制诱因上做文章,或者只有靠兰草自己的抵抗力了。 知道了粮腐的病因及发病条件,破坏其生长条件,从而进行很好的防范措施,是我们今天所探讨的重点。 当然,养蓝总有消不完的毒,杀不完的菌,加持就像文章前面我说的那样,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粮腐高发季节,给自己的养蓝环境做到阻绝高温。 外界客观环境是无法改变的,我们只能去适应。 如何预防咱今天就讲这些吧。 我是爱兰说威子,希望我的兰花小讲堂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,更希望大家可以长按点赞键鼓励和支持我一下。 视频中如有错误或不到之处请评论区指正。 谢谢大家的观赏,咱们下期不见不散,再见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